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Google文件 那么Google文件的话 我就要问一下各位 经常因为大家都习惯用OBIS 对不对 所以你会特别想说我要打个Word 或者做个简报 你会想要到线上去做吗 应该是因为不是很高 对不对 但是Google文件他 除了说你可以直接线上 他的用意并不是要取代OBIS 但是就是说提供给你一个 可以有一些 比较常用功能的OBIS的功能 那么如果你觉得我的OBIS 不想要这样用也没关系 因为上次好像是礼拜二还是上上礼拜 还是上个礼拜 就是有老师就提到我们 上礼拜四 我们不是分享的那个就是 很多实用的那些小软体 免费工具 有老师就提到说他不小心怎么样 就是同一个档案 同一个Word的档 可是可能登上这两个地方 结果不小心这个原本是比较新的 结果他拿旧的就把同样的档案就把它盖掉了 请问老师有遇过这种情形吗 或同学遇过吗 请问当下如何处理 只能眼睛震得大大的 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呢 对不对 你只会懊悔说为什么当初暗示覆盖 其实你用线上的有个好处 还有所谓的版本记录 版本记录 那因为呢 各位平常就不习惯说我在线上直接做 对不对 所以Google有帮微软做一个动作 事实上各位你们到了 因为学校都是用2010嘛 办公室也都是用2010嘛 事实上2010微软 OBIS有一个很重要新的功能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启用 叫做云端的同步 你们有启用吗 因为微软有一个叫Skype Driver 就是有好像是25G的 就是那个空间 那么Google呢 帮他做的更特定 因为那个功能只有2010能够用 那现在呢他有帮他做一个功能 就是在哪里在这边 我们往下在这里 有没有一个叫做Google Cloud Connect 云端连线 他可以帮你做到2007 2003 一并同步 也就是说你在 您的电脑上编辑的时候 当您按存档的时候 他就把您送上去了 那送上去之后呢 你在不同地方不同电脑也没关系 你知道编辑同一个档案他会帮你检查 会问你说你要不要一起同步 好那我做 我找一个档案给各位看一下 您看我这边 现在我这里已经有装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里 有没有多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你看这有同步处理 那么万一我觉得啊我这是编辑错了 可是你又不小心就给他按下存档吗 怎么办呢 您看这里哦 有没有一个叫做 查看修订版本记录 点一下 这个我做 只有现在的 来我找一下 别的 我找Office系列的看看 刚刚是这一个 我找这个 好现在他已经在帮我重复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里 好看有没有好几天的版本 我可以随时看一下我第一天的 第一个版本 有没有打开 你看我之前的 是在这里 刚刚的 是在这边 你看这个是放轻松 然后呢 云端应用类 我原本的 因为我是从另外一档案改的 所以他没有帮我 告诉我说我改到哪里 有没有 你了解这意思了吗 所以你可以 如果万一你觉得这个版本才是怎么样 正确的 你就可以把这个版本作为最新的 你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这很重要吧 因为你这种属于覆盖的 用覆盖的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个还原的 软体就是 版案物删还原的 那个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是同一个版案还在啊 你就没有删掉啊 你是把它盖掉嘛 对不对 那个就没有用 你要用这种才有用 所以这个是买保险 因为我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干这种事情 但是万一你遇到了 不用紧张 随时可以回来 而且 万一这个档案 在你电脑里面就删掉了 您的 Google文件 您看这边 有没有叫Google文件 对不对 点进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在这边 我的档案都在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从上面检查 你看 估价 我们不要看 课程刚刚要我们看一下 好 点进来 那他 事实上 等一下我们跟各位介绍 到底没有转成Google文件 跟没有转成Google文件 插单来 但是 我现在给各位看这个版本 是没有转成Google文件的 也就是说 它的原始档案就是WORD 像这个是文书处理的 就是WORD 那您一样可以从线上 直接检查 有没有一个叫做管理版本 修订版本 直接线上就可以看 所以其实 你如果有在上面 你随时可以从这边看 你看 我从三月份就开始讲这个课 那我每一次常常都有做修正 所以 你看我现在这个是已经修进到 第四周 可是我之前的 这里打开 你可以先看一下 好 就把它下载下来 好 OK 我把它打开 这个是比较早版 有没有发现 差很多 那没错吧 所以你随时 他就问你 你看我打开的 他就问你 你打开这个 我要不要跟你做同步 到底是要更新你的这一个 还是说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旧的文件式来改 对不对 有可能 所以他就问你 像 你了解那个意思了吗 好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地方买保险 那这个呢 怎么找 我们来这边 这个就把它关掉了 好 这个会把它关闭 您可以从这边来找 您用这个关键字去找就好了 这样 Google Cloud行内 这个呢 您电脑里面需要安装 好 安装完之后 您的Office系列 不管是2007 2003 他就会把你家那个工具列进去 所以我们找看看 您看 我直接来这边找 好 Google 点进去搜寻 有没有就找到了 您点进来之后 就从这边 安装 好 那当然你觉得你要看中文的你就看中文的 事实上中英文都没有差 只是点下去 他就问你说要不要同意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所以您可以稍微试看看 我们这边呢 因为都有安装Office 您可以看看是否OK 等一下呢 他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他要问你 因为总是要知道你的Gmail的帐号 对不对 所以他问你说你Gmail帐号是多少 大家都已经会保留例子的东西了 对不对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有些时候你要怎么样 有些时候文件的修改过程 那个过程要移掉 因为这样会泄漏天机 因为有些时候你那个过程 尤其是比较机密的文件 请问你这些修订基因要不要保留 保留的话会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万一如果说 您这个文件已经到了最后最终版本 我会建议各位 你应该把这些修订基因就拿掉了 不应该再让他回去找 所以您看这边来 在这里 最后如果您做完之后 可以从这边有没有一个叫准备 准备 准备面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看过摘要资讯 有没有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做简报之后 那您重点是在这边 有一个叫检查文件 有看到了 要检查什么 有没有私人资讯 事实上前两年在那个 金融大海啸的时候 有一份文件 好像是美国银行的吧 还是哪一个银行的 就是阿花企的 阿花企的出来之后 让大家很震惊 里面的那些 因为他的修订历程被人家扫出来 有一些资讯不该曝露的被人家知道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进来 好您看一下 这边准备 检查 好你看我们帮忙检查哪些东西 有没有 数捷修订的版本就是这个 当然这里面你可以定检查 看看顺便有没有隐藏文字 就是字的颜色跟背景颜色一样的 对不对 好我们就检查看看 好他就帮我们检查 好有找到修订版本有没有 全部移除 这样您了解的 早期这个工具在2003之前 是要另外安装的 到了2007以后 他已经内定装在里面 因为就是因为有人发现说 这样会有一些机密泄漏的问题 因为大家中间修订过程都会记着 对不对 那这样就比较危险 好 当然好处是说你可以方便去做维护 所以我们这边不是有个叫做检阅教阅吗 这个就是要做维终修订的吗 好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改了哪些 有没有 好那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水能载兽亦能复兽 所以如果你重要文件 记得不要忘记多做刚刚那个动作 好这样会比较保险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oli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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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ă